那时候耶稣对那些信了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 就的确是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自由 他们说 我们是亚巴郎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努力 你怎么说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是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隶 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才可以永远在家里 那么如果天主子是你们自由了 你们的确是自由的 我知道你们是亚巴郎的后裔 你们却想杀我 因为你们不能容纳我的话 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 而你们所做的 却是从你们的祖宗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 我们的祖宗是亚巴郎 耶稣对他们说 假如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孙 就该做亚巴郎所做的事 现在你们竟想杀我 我把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告诉你们 亚巴郎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你们所做的真是你们父亲的事 他们说 我们不是独生子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主 耶稣回答说 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就一定会爱我 因为我是从天主来的 并不是凭自己来的 而是天主派遣了我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能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圣州越来越近了 我们看今天 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 这些犹太人是信他的犹太人 还不是敌人 他们都是跟门徒们一样 跟着耶稣 相信耶稣 我们一起反省几句话 首先 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 就的确是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而真理必会使你们自由 在这里耶稣提到 你们是我的门徒 会认识真理 也会自由 我们怎么理解这几句话 我们今天信耶稣 多少年了 我们是不是 耶稣的门徒 认识真理 意境自由呢 也是 也不是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做耶稣的门徒 认识真理和自由 是一种动态的 不是固定的 从领洗那一天 你就是耶稣的门徒 好多人早不是了 虽然领过洗 你学过药理 曾经知道 有一个天主 但是今天你的生活 是按照这个在生活吗 在天主 全能的天主 全知的天主的陪伴下 我们真的自由吗 想一想 所以我说 这个是动态的 意思是 每天我们要做 耶稣的门徒 一不小心注意 成为门徒 就是世俗之子 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了 跟不信的人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 说话 做事 判断问题 不常常跟别人一样吗 没有区别 哪里显出 你是耶稣的门徒呢 耶稣说 你们做我的门徒 认识真理 说实话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有一些谎言 或多或少的 有的时候不透明 我们在掩盖自己 说白一点 有时 外面一套 让人看的是一套 说的是一套 嘴里和心里不一样 心里想的 或者是背地里 我自己是另一套 你怎么能够说 认识真理呢 我没有在这里内生活 耶稣说 你们会自由 在某些程度上 我们不完全自由 换句话说 我们 总有一些东西 束缚着我 比如说一些毛病 一些缺点 我就从里边走不出来 我不是奴隶吗 就像 有锁链 一条无形的锁链 拴着我 所以看 耶稣刚才说 你们是我的门徒 认识真理 有自由 实际上 都不一定 一半一半 也是也不是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认识一些真理 我们在某些方面 自由 但是 在生活中 我们需要 更成为门徒 更按照真理 放弃谎言 更要求耶稣 帮我们解放 要不四旬期 就是一个 不断悔改的 时期 改变 不要认为 我们哪都做得好 看 这里跟耶稣 吵架的犹太人 他们说 我们是亚巴郎的后裔 亚巴郎是我们的父亲 这句话 从了好几遍 在耶稣那个时代 人们那样讲 初期的教会 还有人这样讲 我们是犹太人 我们的祖先 几千年 守着法律 跟你们外教人不一样 你们信耶稣 才几天 他们百老资格 所以若望 在百岁的时候 写福音 写下了这一段 把耶稣 曾经讲过的一段 你看那时候 耶稣那时候 那些犹太人就说 我们有亚巴郎 做父亲 我们是亚巴郎的后代 圣若望 写这一段 意思是 在他的教会里 有这样的问题 很多人就百老资格 我们比你们强 在今天不也是吗 我们参加过团体 我们属于什么什么团体的 每周都聚会学习 我们为教会服务 这么多年了 我或者是团长 或者是会长 我们为教会经常服务 奉献 拿钱 我们经常参加这个班 那个班 毕竟门徒学习 你们学习过吗 我们是老教友 这就不用说了 你们心的懂什么 到底不行 我们也喜欢有时百老资格 圣保禄这样教训我们 在你们中间 没有犹太人 希腊人之分 也没有为奴的 自主的之分 是的 不要百老资格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每天努力做门徒 每个人都有黑暗的一面 你看他不如你 为什么你要比较 你在某一些方面 还不如他 耶稣说 再厚的成为再先的 你百老资格有什么用 有你好的 有你优秀的一部分 但是还有你 需要努力的一部分 常看自己的不足 我们做好的 感谢天主 天主的恩宠 让我成为今天的我 可是在我身上 还有好多黑暗的东西 还有好多俗话的东西 不符合福音 不符合基督徒身份的 不自由的东西 该摆脱改变的 我们看这些 不要老看我有的那些资格 没有用 只能让我们骄傲 悔改 每个人都有 很长的一段路 这段路有多长 一直到死 每天要走 走向天主 我们是这样活着 走向天主 不是说活一天 离死近一天 离生天堂 我希望离生天堂近一天 不是 而是走向天主 不断地变得 越来越符合福音 越来越光明 越来越自由 我们做天父的孩子 今天 耶稣这不说 儿子 才可以住在家里 我父 派遣了我 你们的父亲 不是哑巴狼 到后来 耶稣说得更难听 你们的父亲是魔鬼 我的父亲是天主 说到这儿 事实上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父亲是天主 我们真的要做天父的子女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从灵犀 我们成了天父的子女 要小心 在这儿 我说 做天主的孩子 跟血缘的父子关系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有两点不一样 第一点 自由 我们被生下来 成为我爸妈的孩子 不是我的选择 谁记得跟我们商量过 你去谁家 什么时候来 我们就来了 没有选择 所以等我懂事了 发现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 跟别人家不一样 我的家庭是这样的 跟别人家不一样 这个谁也没有跟你商量 没有自由 做天父的孩子 是一个自愿的 天主不勉强我们 他等着我们回来 你回来不回来 认不认他是你的事 这是第一个 做天父的孩子 这个牌放在这儿了 你拿不拿 你要不要 你说了算 从天主这儿没问题 可以选择 第二点不一样的 做天父的孩子 跟人世间父子的关系 在人世间 我们生下来 就成了孩子 你的生日 那一天 三十年以前 五年以前 几月几号 几点钟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生下来 从此 你是孩子 爸爸妈妈 可是我们做天父的孩子 不是哪一个具体的时刻 每一天我们要重生 这才是天父的孩子 每一天 在每一件事上 记着重生 约束自己 怀着爱 面对父亲 要不然我就不是了 很可怜 当我不管天父的旨意 随着自己的私意而行 我就不是了 就这么简单 那一刻 我不是天主的孩子 别看在教会的户口簿上 没有把你的名字勾去 你还是教友 还是怎么样 不要以那个字号 每一刻 我活出天主的旨意 我就是天主的孩子 我不小心 随着我自己 违背天主的旨意 那一刻 那一件事 我就不是天主的孩子 就应该受审判 跟生命 跟真理 跟幸福隔离了 所以 做天父的孩子吧 选择天主 在每一刻 每一件事上 愿意怀着爱 起重约他 下周就是圣州 一年离一年的高峰 天主的爱 全部显示出来 他死在十字架上 你怎么办 你是接受感恩 还是拒绝 我不拒绝 我是个老教友 我怎么能拒绝 或者很多人的一个态度 冷漠 无所谓 我继续忙我的 教会庆祝什么 好 我过来参加一下 忘个弥撒 我一点改变也没有 我还是冷漠嘛 我们要自愿 做天父的孩子 在每一刻 我们愿意选择 求耶稣救我们 让我们认识真理 让我们 从很多的束缚中 走出来 他为我们死 阿们 我们下一个并 units 我们下一个标签 我们下一个地平 的 都能做出 成识 你们 是 如果你 我们下来 识 我们下来